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上午的三观破证 上个星期的道琼 整个飞龙的数据公布出来是符合市场预期的 整个就业 美国他们比较重视这个 就是说所谓的就业率要很高 结果公布完数据完之后 反倒道琼跟纳斯达克指数是大跌的 是大跌的 为什么会大跌 因为就业数据好 反而会让美联储对于升息来讲 他们会有非升息不可的压力在 因为全面就业的结果 表示什么 表示就是说这个通膨压下来是很难的 所以站在美联储的想法 他还是会决定要坚定要升息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上个星期的道琼 为什么我要先跟他聊道琼 就是说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你看我们看道琼的好 你看 以整个上个星期整个道琼 我们看他整个连续五天的表现 他其实都是坚守在这条月线的 看起来是还可以的 纳斯达克指数也是一样 都还是接手在约线的 但是这边暴涨暴跌的情况并没有改变 并没有改变 反而就是说一点点的 不管是利空消息或利多消息一来 就导致他突然间大涨就一下子大跌 当然这个情形在台股也会发生 只是说台股最近我在想 要大涨大跌的可能性比较不高 最主要就在于说上个星期我刚才提到 在整个季线还没有完全突破之前 这里拉回量缩整理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 目前看起来我的推论都还是没有什么错 没有什么改变 所以也在这个位置点 你看像上个星期我就选择卖了绝大部分的股票 至少我手上的股票卖掉一半以上有 绝对是有的 那当然那些做短线当中的不算 除非我喊出清 那当然上个星期我也跟他提到 就是说我卖很多股票的原因 除了考量到廉价三天之外 其实我就是有考虑到 星期五非浓数据的公布 因为你数据公布出来之后 大家知道最近的行情消效 即使是利多有可能会大跌 那即使出现利空有可能 就是变成说利空不跌都有可能 这个表示说在现在整个全球的股市来讲 包括像我们讲台股就好了 因为这边毕竟都是还在一个所谓的打底阶段 这种打底阶段的过程之中 它会借由这种利多利空来测试市场的反应 你看还有一个数据我发现到其实也满诡异的 大家来看你看这是统计到上个星期四收盘的情况 它怎么发现这个融资它就是增加不起来 很诡异对不对 大盘已经涨了一千一百多点了 从一五六一六呈现ABC Pro的上涨到目前为止 从我们算到上个星期最高一六八一一 已经涨了一千 将近一千两百点了 可是你看这个融资在水位 我们不要说增加零点 我们不要说增加百分之一 我看连百分之零点五都没有 还躺在那边打底 反而融资在打W底 看起来很好笑对不对 可是卷呢 当他们发现到 我只能说空方真的也蛮猛的 大家别忘记了 接着下来这个月好多公司要除息 要除全 现在比较不流行除全 除息比较多 我可以想象得到到时候 这些上市归公司一旦公募除息完之后 我看那些股票强制回补 看能不能把大盘再做一波推升 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个之间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这是结到六月二号 更早一个礼拜前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也是这样 这是我更早一个礼拜前结的 这边五月十一号 他这个时间表格 五月十一 跟一个礼拜 这边五月十三格没几天 数据都是一直停留在这边 卷还是一样居高不下 资还是一样 跌不腾量不爱的 表示说现在整个市场 正处于一种叫恐怖平衡 什么叫恐怖平衡 明明有行情 但是大家却赚不到钱 这一点我可以理解 你看我上个星期不是喊出了 卖了很多股票 你看我说我们卖 把这个金融科卖掉 然后上礼拜买好多 还有把这个惠特也卖掉 还有一些 可能我很少在节目上提的 什么像什么 什么伪权店 这些我就不太多说了 总之 很多投资人看我在卖股票 以后行情又要掉了 又要蹦 老师你把股票卖掉 你是不是要做空了 没有啦 我们在策略性的调整 我上个星期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对不对 有些股票尤其是电子股票 先不如我预期的 我先把它卖掉 卖掉了 我觉得可以暂时把资金挪一部分 去做一下长龙万海航运股这一些 那你问我会不会做什么 异航这些倒是不会 这个我大概就比较不考虑 比较不考虑 但是你说把资金转到什么 长龙万海或者是阳明 对或不对 当然我不会因为他今天有涨 就认为我转这样子一定是对的 但是在这种策略上的考量 很多投资朋友他在做股票 做久 我不管你的股龄多久 绝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基本上就是采取这种 所谓的散弹大鸟的心态 欢迎对解老师 报什么累穀好 我就给他插一下插一下插一下 没这么衰吧 全部都了解 我告诉大家 真的就是有人全部都亏的 你看去年元宇宙多夯了 是我跟你讲 有人元宇宙就是做到大亏 车用概念股去年也很强 我跟你讲 很多人车用亏了一屁股 你看蓬城就是真的有人买在最高点 那你怎么解释 老师我买的是主流 元宇宙是主流 车用是主流 问题是你买的就点不好 所以我从这个部分 投资朋友 为什么要买来看农资农券 不是说散户一定会用农资 我先跟大家讲 有时候大户也会用农资 但是我们还是习惯性把散户 用农资的水位 当成是散户在用比较多 所以从这个农资的变化 我刚才卷我就不去聊 因为我相信赶在那边做空的 也大概不是等闲之辈 可能有一些避险的考量等等 这个我们不管 可是可以从农资的水位 可以看得出来 事实证明 市场的信心的确是没有回复的 别的不用多讲 看农资最准 所以我觉得信不信在你 大家可以听听看我的看法 第一个 趁这两天大盘拉回 因为季线盘还没过 我奉劝大家 趁这几天大盘拉回 真的 你前面这一千点 没有赚到的投资朋友 你要深切地去反省 为什么前面一千点 我带我们都是大获全胜出场的 而你却没有赚到钱 我不相信你真的大获全胜 因为我看农资 都大概知道不可能的 不是我的会员要大获全胜 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看我们上礼拜卖股票 卖得多开心 对不对 郁金光喊出就出 没什么好丁打的 我没卖在最高点 但是事实证明我卖是对的 6706的惠特说出就出 你看我也没卖在最高点 但是事实证明我卖是对的 6411的经验 我说卖就对了 不要管那么多 你看事实证明我卖是对的 真的 上个礼拜大盘大跌一两百点 我连续三天都站在卖方 我从上个星期二 开始一直在卖股票 有些我没整理出来 有些我就没整理出来 有些我觉得不是很有代表性的 我就懒得去整理它了 你看像这个郁金光 不是郁金光 像这个金豪科可能很多人都比较熟悉的 我的印刷给你看 你看一百二十五块获利出清 惠特一百六十二块获利出清 有一些这种比较大色货的 大小货 保留你们知道没差 没差 像台北科会把它出清 我们这都是上礼拜都出清的股票 还有经验 这都是上礼拜都出清的 你看 今天还有114可以卖 还有 目前还有 好了 有些股票卖掉 的确我是看它会拉回 不可否认的 因为股票它在反弹的过程中 有分为所谓的跌升反弹 跟回升这几种形态 如果你买到回升 类似像金鸿这种股票 我告诉大家好了 这个股票就一定要跟它拼一个大波段 它这两天受制于年限 稍微压回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来讲 我们已经赢 基本上已经赢一大半了 我说真的 别忘记我们不到130就开始买了 对不对 闭着眼睛都是大赚的 那有一些股票 我觉得它比较没有办法走出 这种大回升的行情 那你就只能去干嘛 抢个小反弹 金鸿科就是最好的例子 懂吗 这很容易做比较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这是金鸿科 这是金鸿 我相信以大家的眼睛去看 就可以知道了 谁最强 肯定是金鸿最强 绝对没有个笨蛋说 做法师你错了 金鸿科是最强的 你怎么算的 你算涨幅也知道 对不对 以金鸿来讲 涨幅应该将近五成五了 我看金鸿科我看连两成都不到 那你说留作股票干嘛 欲强折抢 知道吗 这个是一个做股票的很重要的概念 很重要的概念 就比如说你看今天 都看到今天郁金光 有机会吗 对不对 今天持续加码买进 为什么我敢今天加码买进 为什么 因为在我的字典里面来讲 欲强折抢本来是很正常的操作 这种做法就像在做金鸿一模一样 你看金鸿我会一路加码 但是你看 郁金光我就 金鸿科我就不会一路加码 所以大家懂不懂 就是说同样的股票 落到我的手上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 很早以前那个傅培美 大家有没有印象 以前就是电视上会叫人家煮菜 我的印象就傅培美最有名 后来就很多类似什么 什么阿宏上菜之类的 你知道有时候在看人家那些煮菜的节目 我们也会看 会学 哦 完了就这样煮哦 那我们就会很好奇 隔天也去买一些材料来学在煮 我印象中最深刻就是 有一次我自己 我看那电视上有人在教 那个做什么什么蒜泥虾 然后我想说 就这样子嘛 然后拿个刀从背先切开 然后把有一条黑黑的先挑掉 挑了之后把它剥好之后铺平 然后再铺上那个蒜泥 然后下去蒸 看起来很简单对不对 我告诉你 我失败了多严重啊 反正那个刀怎么切 我跟你讲 那个虾子就直接被我剖开了 然后所有那条黑色的线 我怎么都找不到 事实证明我是失败的 铁销 阿贵去青红坛 跟你讲 这些餐厅吃比较快了 大家懂我意思吧 就是说 我们看人家电视上在教我们什么煮菜 我们不见得做得出来那种感觉那种味道 懂吗 但是我觉得有种尝试的心很好 比如说耶稣看到你在家炒饭 哇 这样冰啊这样冰啊这样冰 我跟你讲 你在家里冰冰的整个琉璃台都是范例 算了算了算了 鸡红坛那实在去外面吃 所以有些投资朋友看节目 比如说看到我们今天在做什么股票 老师做文帽 做郁金光 做爱普这一些 好啦 你们跟有赚到我都没有意见 但是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股票写在测标上面 你有没有本事把这道菜煮好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比如说你看郁金光 我相信我也不是低天低天提的 那有本事可以做得到的 我恭喜 那你如果真的没有本事的 那你就要看看我怎么做的 我们今天持续加码 那我已经挂好要当充的价格 就看会不会来了 就看会不会来了 那今天文帽我们是做价差了 我们就把上礼拜买的 因为上礼拜没冲掉嘛 今天早盘买出要先赚人价差了 大家懂吧 有时候能做当充的 当然是做当充 可是有时候那个价格它是不来 那怎么办 留着做个日冲也可以 这基本上就是现阶段我的操作模式 那当然我觉得这几天我做什么 我先跟他提醒一下 这几天我做什么并不是重点 我再跟他强调一次 这几天做什么绝对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后面 我这么讲好了 如果在你们的心里面 你的认知点里面 我先问大家好了 我觉得等一下进广告 我觉得投资本你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在你的认知里面 你觉得大盘会过季限 那我问大家一些小小的问题就好了 你要在大盘还没突破季限之前赶紧逢低卡位 还是等大盘突破季限完之后再带着钢盔往前冲 冒着最高的风险 我觉得大家就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好了 还是你还是属于这一群 没空前 我看我是来对老师做空 好吧 那我说过 如果你这一波坚定看空的人 我建议你就跟他拼到底了 不到黄河心不死 不见万八不流泪 就是这种概念 你就要去拼 真的有时候我觉得 股票市场你说真的没有赌一把的精神 他还是有的 就说当然有些赌性坚强的这个 我就不在意多给他多做评论 但是我觉得 就说站在此时此刻来看的话 你说到底做多有利还是做空有利 我觉得空对股票都对的 你看像今天有些股票是真的很弱 你看这个华府 空对股票谁说没钱赚的 对不对 谁说不行 你说像这个华欣涨那么多了 你说空中股票没钱赚吗 我不知道 也许有吧 你说像这个3558这个省准 起这么多了 对不对 寒暴隆隆就打了一支跌天板 你说空中股票没有钱赚 也许有钱赚 谁说不能做空的 所以我也不能在那边说 做空一定不对 你只要空对股票 我告诉你 一样有钱赚 所以可以想见得到 为什么这边融卷 持续不减 搞不好人家这些人都空对 那我们不能说人家做空不对 可是如果说投资票如果你觉得接下来的大盘有机会突破季限的话 你不觉得趁现在融资水位还在很低 很多人都不知道要买股票的时候 好好把握这个布局点 也许你可以不屑买长龙万海都没有关系 反正长龙万海我只是一个过渡商品 我刚刚要讲 这是个过渡的 什么叫过渡的 反正我觉得航空股应该是有机会再走一波 这是个叫过渡商品 你看像万海也在一个相对的底部区 我相信现在买这些股票 能赚多少倒是其次 但是至少风险我觉得不大 这个就是所谓的过渡的一个商品一个操作 但是我真正的核心的价值在哪里 我告诉大家好了 我真正的核心价值就是在像郁金光这种股票 从底部这样一路坐上来大转一段 就像金鸿一样 这个才是我真正的核心价值 好吗 所以有些股票 节目上我会公开让你知道 那就能不能赚到这各品本事 可是有些股票我就暂时不公开 但是我会先带会员逢第一阶 这个就是现阶段在大盘还没突破季线之前 我的一个规划 我这边也可以很诚实的 很直接了当的跟大家做个报告 就说第一个我还是建议大家 就说趁广告的时间你先去思考我刚刚讲的问题 大盘现在在季线之下 这边进行一个震荡整理 量缩整理漂亮 只要拉回不要报大量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如果你觉得现阶段在趁大盘还没突破季线的时候 跟着我逢低布局是正确的 那我相信你跟上我你不会后悔的 如果你要等到大盘突破季线完之后 你再去追 好当然只要追对股票我也支持你追 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应该还是比较希望逢低买股票吧 你看我们郁金光这些股票是不是逢低买 你看现在随便闭着眼睛砍都是大赚的 完全没有什么压力 这样不是很好吗 好啦进广告让大家思考一下 等一下回来聊其他的股票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城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逐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城东图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无往不利 城东图部值得托付 022-2752-5868-2752 城东图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逐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城东图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无往不利 城东图部值得托付 02752-5868-2752-5868-2752-5868 人生总会遇到许多风风雨雨 你对不理会 也可以提前防备 你可以一意孤行 也可以起身远离 好 再见 你可以钓鱼清新 也可以起身小心 记得下载行动水晴APP 协助你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经济部水利署 苦口婆心泥 好 刚刚有没有想清楚了 你是要等到大盘还没突破极限 赶紧跟着我逢低卡位 还是你要等大盘突破极限完之后 再带个光盔往前冲 当然我尊重每个人的选项 但是了解我操作风格就知道 在周鸿老师的字典里面 绝对不会有带人家去追高的风险 好 我知道有人要吐槽 周鸿老师 你欧白说 你今天带人家四百几块的 郁金光你没追高 这样假设不对的 你要想我们几块钱开始上来 对不对 我们有成本低的优势 为什么不能追 而且你觉得这叫追吗 如果离我的目标价还没到的话 为什么叫追 别忘记我们是从三百六十块 这边开始进场 我的牡丹三百六十我还在 好啦 碎一点 假设今天买套老了 二一天做五的成本不到四百 为什么不能买 大家懂那个逻辑吗 所以为什么 我的股票都可以大获全胜 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我只会挑最强的股票加码 我不会挑最弱的股票去加码 大家懂吧 不懂的话 没关系 节目要记得天天看 我发现很多投资朋友 都不看节目 然后突然间问一堆股票 我都要讲说 亚信我早就出清了 你也没说 拜托的 去看一下哪一天的节目好不好 对不对 有些股票我出清 为什么我现在出清哪些股票 我节目上会先讲 就是因为有人真的是不看节目 你不看节目 股票套牢了 说哎呀 马后跑 这是什么道理 我所有的股票买跟卖都有讲 当然我不可能每一档都讲 因为每天节目有限嘛 对不对 我卖什么股票我能讲我尽量讲 但是我不一定要买什么股票 我天天都要讲吧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节目要看 而不是说自己不看节目 然后自己不小心追高了 买贵了 然后说人家都不讲 这不公平嘛 对不对 来超级大作战的第二个阶段 有机之谈里面来讲的话 我并不限定一定只做电子股 所以为什么你看像上个星期 我都跟大家讲说 我出清了某些股票完之后 我会把部分的资金挪过来操作 比如说像长龙跟万海 那你说长龙跟万海 它们符不符合所谓的有机之谈 我相信不用我多讲了吧 业绩好了下下降 你看长龙来讲的话 第一季赚到19.16 然后这个月底要准备出席 所以在我的推断来讲的话 我个人看法 出席前他有机会走一段 所以很多人都问我说 你长龙看到哪里 我这么跟大家讲好了 长龙看到哪里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如果套到200块了 问我这个事情就不对了 我觉得要拉到200 让你解套的可能性不高 我只能这样先跟他提醒 好可能性不高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来讲 除息前稍微再涨一段 是绝对合情合理的 只是说那个冲力大不大 我们要再来评估 如果它的爆发力不大的话 那不见得好做的话 那说不定我有可能 把它放弃到都有可能 但是我不另一射于 先跟他做个分享 所以我们上个星期 有没有看到 上个星期很用力地卖股票的当下 我还是有持续地逢低卡位 像长龙 有没有看到140 144 那今天长龙还可以 今天短线最高来到多少 148了 价差已经做出来了 价差已经有了 这是长龙的部分 那万海 当然讲到航运股 不能只看长龙 很多其他的股票 可以稍微看一下 在我整个有机之谈的作战计划里面来讲的话 像这种万海你看 这个还在打底 像这种还在打底 已经符合了逢低布局的概念 加上他第一季赚到16.64来讲 预计配10.5 还有鼓励一点 一块半 他还没公布除袭的日期 但是我的推测 万海他一定是等长龙除袭完之后 他才会公布 其实这并不意外 我们先看大哥除袭的效果好不好 如果大哥的除袭效果好的话 我跟你讲这些小弟 马上会公布除袭的日期 你们等他看好了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就比如说台积电公布完除袭之后 很多电子公司 我看台积电这个填席的效果不错 快点快点 他们来公布除袭 等吧 等吧 我觉得等 所以我觉得万海一定是跟长龙的 跟长龙的 所以一样我们逢低街159、160 这是上个星期 我趁他你看在盘整的时候去买进 那今天的万海还可以 最高已经拿到多少 163块半了 虽然贪不账钱 但是也是赚 所以我们整个超级大作战的 第一个阶段来讲的话 一样锁定这些有机之谈的股票 那当然我有跟他提过 有机这个业绩好的 当然我们期待他可以持续带头功 带头上涨 那再来就是说 就是留意这些尚未除袭的 别忘记了 每年台股年中的最大戏 就是看这些除权除袭的股票 如果这些除袭的股票 有机会把行情带上的话 基本上来讲都是好事情 我只能说这是好事情 不能绝对就是一副要上 一万八千五那种感觉 因为有时候除袭的个股 它会个股表现 它不禁得会跟着市场的主流去走 所以有时候在选股票上 来讲的话 也会是一个考验 不是说今天打着 有除袭行情的股票 都一定会大涨的 这没有一定的 这没有一定的 但是具有指标意义的 如果带得起来 就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越早公布要除袭的公司 它的指标意义越大 长龙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当然因为它还有减资 所以有人在问我 我是不打算跟它减资 减资还得了 一千股剩四百股 我也不愿意 所以我们只是要赚它的价差 跟它做个报告 好了 今天上午的节目 先简单跟它聊到这边 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 都非常欢迎 跟我们线上的助理 进行联系 当然如果你有股票的问题 想听听看我的意见 也非常欢迎加入周老师的粉丝专业 那节目座 预助所有投资者 超市顺利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现在就扫QR Code 订阅电影通财经台频道 让您不再错失任何精彩节目 YouTube影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尽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待尽一定待出 陈东斗铺拥有股票 奇货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